得此一人,诸事你就不用愁了 久言劝醒迷途是,异于惊醒梦中人 大家好,我是老庞 俗话说,双拳难敌四脚 强龙压不住地头蛇 就算田文静是雍正皇帝的代表 一人孤身入境想要扳倒诺鸣这只大老虎 但是他使尽了浑身解数仍然一无所获 好在吴思道和李渭千里迟远 经过一番讨价还价 田文静答应吴思道 只要帮他打赢这场官司 让他跟随自己 并且每年给其八千两银子作为募筹 换算成现在就是二百八十万的年薪 当吴思道对得起这下 他一语点醒梦中人 他指出翻库的三百万库银 其实只有三十万是官银 其余他的二百七十多万 都是临时从民间的商家借来的 山西的银号票号生意 都做到了全国了 由巡抚衙门出面 借二三百万两银子 装装门面 那还不是轻易不过的事情吧 华已至此 田文静悚然而悟 我 我 我怎么就没有想到这一层呢 来龙去脉搞清楚了 这具体如何操作诺敏 巫思道也是为其想好了 正所谓 机不可失时不再来 当物知己是立刻封了山西的方阔 避免职责生变 因为田文静和诺敏各自上了折子 按照以往大臣间出现争端 朝廷照例是另派钦差前去查明实情 待众臣一道 手中无证据 到时必凉凉 可田文静也有他的烦恼 他没有可用之兵 他能借得到银子 你就不能借得到兵吗 怎么样 帮帮忙吧 啊 李大人 今夜正逢元宵假节 田文静带着李渭的兵封了藩裤 而诺敏正在巡抚衙门 宴擒山西众官员 吩咐他们要精诚团结 顶住田文静的清查 与此同时 新任钦差大臣涂立琛赶到 别看涂立琛长的着急 其实他才二十出头 虽说他一直是两位皇帝的跟班 官衔着实不小 他现任前清门二等侍卫 此次前来挂礼盘院尚书县 祖上更是了不得 他是原辅远大将军土海的孙子 当年在战场上更是勇猛无比 仅待十八骑士夜袭罗刹国兵营 万军从中取敌将手机 被雍正称誉为铁弹英雄 刚二十出头 已是神经石余战 几次死里逃生的人了 在电视剧里 导演把另外几名重要侍卫的戏份 都加到他一人身上 所以大家觉得 此人性格如此多变也不要惊奇 独立琛为了完成雍正的 先看人后传旨的差事 他未经通报 便直闯巡抚衙门 国人把诺敏打了个措手不及 内雅客厅里 诺敏单独会见图立琛 他先是向图立琛表示 自己上面可是有人 是龙中堂龙大人 来信告诉我的 图立琛见诺敏一上来 就打出了龙中堂这张牌 知道他是在给自己施加压力 却不露声色 只是微笑着点了点头 却不表态 诺敏见他如此 心中没了敌 又转了一种方式 我真难的 一心想替皇上分忧 为朝廷争气 可万万没有想到 做了一点点事情 却招来了一场纠纷 反而让皇上忧心增劳 这仔细想想 真是令人灰心了 图立琛紧记雍正的嘱咐 始终不表态 说话间 田文静回来了 他见到图立琛 闭口承诺 说自己两天之内 就能查清山西藩库一案 我已经用钦差官房 将你的藩库封了 你 同时田文静还贴出告示 凡是借了钱 给官府的商骨尽身 先期两天内 带着借据钱来领回 否则这钱一律冲攻 无辞到这招 府邸抽薪果然厉害 现万事具备指线东风 这东风指的便是图立琛的助力 他向图立琛 借来一袋烟的时辰 单独说话 我偷你说句话 你相信不相信 诺敏和山西297名官员 是在上下棋手 欺瞒皇上 图立琛身上一颤 这么大的数目 山西官员打来能借来270万巨块 山西老扣能聚财 山西商骨财雄天下 这些猪啊 有的是钱 见图立琛还有些犹豫 田文静抛出第二招 违逼利诱 他告诉图立琛 有功残同享 有罪我独扛 此时若不查 日后翻了案 打了皇上脸 倒霉是你我 你要我干什么呢 只需帮帮我 把人困两天 我封翻裤 贴告示 一翻银 为的就是打草惊蛇 把证据取到手 但如果诺敏一道命令 山西的官府一起出洞 就会堵住前来取银的那些商家 只要图大人能封住大门两天 不让他们出去 图立琛心想 田文静置人能除 又是他真上 赶来之前皇上吩咐过 让我不要表态 田文静一看公义 说不动图立琛 于是谈起了私情 图大人 听说您和礼福是默逆之交 实不相瞒 我和礼福是同可举人 幻铁兄弟啊 幻铁兄弟即是结拜兄弟 礼福此人不但没重青年 且极善俱才 当年图立琛进驻牧城 军想供应不上 礼福赠屯粮一万袋 大概是一百八十万斤的粮草 结了图立琛燃眉之急 一来二去 二人便成了望年莫逆之交 图立琛想不到 礼福和田文静还有渊源 与公于私都应助他一臂之力 于是他承诺 我最多给你一天时间 一天之内取不到证据 我就上车的参逆 其实雍正深知 田文静是丹利姑 根本压不住山西的地头蛇 只有派出图立琛这样 有勇有谋 且忠于他的钦差 才能把事情查个水落实处 图立琛先是好言相劝 妖军供饮千杯酒 可怒敏心底血量 这位新旧钦差分明商量好了 在行缓兵之际 如果今晚不送出消息 明早醒来万事皆休 他目露凶光 喊来清兵把图立琛和他带来的侍卫 团堂围组 可他们明显找错了对手 来人哪 把你们的上衣通通过去 每人前兄都有二十几处伤霸 在遥遥的烛火下闪着暗红的光 像在诉说着主人不寻常的经历 这每一道伤疤都象征着大清的脊梁 也象征着对皇上的忠心 同样也代表了皇上的意志 居然敢对朝廷的钦差使刀弄枪 你们中间有谁不知道 大清戒律是怎么说的 枪害钦差 按谋犯罪论处 诸本教祖 还不滚 事已至此 大事已去 雍正接到图立琛和田文静联合上的折子 龙颜大怒 正好听到一个小太监在畅山西小区 想起自己说过的话 他命人把小太监拉出去打了二十板子 罪名是妨碍阵呼吸 期望越大失望也就越大 此时的雍正充满了茫然和凄凉 真被他们骗了 山西是个好地方啊 新华村的酒 清虚的粗 还有满山遍野的霉 怎么会弄成这个样子 龙科多首先想到的是闻过是非 他强调 诺敏的错 是错在急于邀功 并非贪赃枉法 想以此来给事情定性 马其一如既往地更知 说着欺君大罪比比贪赃枉法更可恨 雍正一时也是迷茫 是要挥赖斩马素 亦是故逐赵圣明 从轻发落 十三爷听闻此事赶来安慰他 并提醒他 之所以发生这样的事 就是因为手上能用的人实在太少 只有寄予这第三把火 恩客 拒绝白嫖从你我做起 遇之后事 请看下回